一起来看一下今天这场比赛 希望张玉东也像周凯一样去拼一下这个世界顶级的名将 大家看到小将张玉东呢 今年是20岁来自江苏徐州 他在绍华街小学学球 那么后来在徐州少体校的时候呢 是跟着徐州非常非常资深的一个老教练 叫李鲁沙 李鲁沙教练学球 18岁时直接进入国家平方球一队 这场比赛 中海教育員 青腿 高棄 高棄 凡震灯这运动员呢 他的力量大旋转强反手好 实力足 确实在比赛当中 一般的选手很难撼动他 打不动他 过来 过来 凡震灯的各项技术很扎实 我想呢 现在就从男子的角度 还是需要那种靠变化 灵巧 有速度 有旋转的人 才能够给他带来 一定的这种威胁 如果全部都打这种实力 阵地战 那么跟凡震灯比来讲 凡震灯现在的实力 是世界上最顶级的 很难跟他去对抗 好稳 自己处理球上来讲 是心里很有处的一个人 看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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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凡震灯的世界上最新一期排名 最新一期排名是排在第二位 今年只有19岁 97年出生 加油 一起来加油 加油 加油 蕃振东的发掘还是不错的 是 反手反抽 蕃振东最大的优势就是年轻 当时刘伯良总教练说 蕃振东是坐着火箭冲出来的 上的速度太快了 所有的冠军都拿了 而且直接就杀了主力层 但是虽然奥运会没有打上 因为中国的好手太多 但是在下一个四年 谁懈怠 哪个主力懈怠 蕃振东都会走在他前面 都一定会超越他 因为他年轻 他没有那么多活动 他体力 精力各方面 身体 技术 能练 这是一个很重要 你必须得能练 这样第一局比赛 十一比七 蕃振东先胜 稍后我们将继续为您带来 拼超联赛 好 观众朋友们 我们继续为您带来拼超联赛 我还是和前奥运会 世锦赛世界杯大满贯得主 邓雅萍一起为大家介绍 团场比赛 其实像邓雅萍现在就是 在看比赛的时候 更多的是为双方运动员着急 我非常希望他们能够 有最好的发挥 呈现给我们这样机场的观众 但是往往就是旁观者轻 真正到赛场的时候 运动员打的时候 可能他有些时候是能力问题 不一定能够完全做到 我想这一局小将张玉东 一定会加强自己的进攻 有更多的发动 确实从整体实力来看的话 樊正东要好过于他 对对 所以确实他跟他是很难打 那么在这种实力上 是有一定的这种差距的时候 那么我们该怎么去处理 我觉得唯独更多的搏杀 打得更加的凶狠 然后如果能够搏到 可能就会给对方造成 更大的这种压力的时候 造成无畏失误 这个时候才会有机会 如果说你也给他 四平八稳地这样来打 包括给他打香吃 没有更多的这种给他更大的 这种压力的球的时候 那这个球基本上就没得打 加速掉了 你看这球 这就是实力 樊正东比他还狠 那这个球就没法再打了 这就是胜没别的 反手就是胜 所以这个时候小将 一定要敢于更狠出手 这样搏着这个樊正东 让他给他造成更大的压力 然后造成他的这种失误 和回球的这种不严谨 这种球是对的 就是要比平常打球 要再凶一点 有威胁 有威胁 因为对高手 就是跟高手打 如果这个人明显比你水平高 我们要打得出手更狠一点 比你平常 你觉得用了是六分力 你这个时候是要用七分力 或八分力来处理这个球 你平常可能 我觉得可以打过去 过渡一下再说 但这个时候 你必须是能够打死他 这样的一种战术 来跟高水平去比赛 这样才会有机会 否则你是没有机会的 我们看到这局 张宇东加强了很多 这个新的一些技术 发球的偷袭 明显打得更狠了 对 明显打得更狠 又是一个长球 他这个长球挺急的 对 突然性很强 对 所以这就是很正常 你狠到一定程度以后 你可能自己也会失误 这个没有关系 但是你给对方 带来很大的压力 心理压力 宁愿有失误 该狠的还是要狠 那你是在搏杀吗 一定要这样 这就是说 与其四拼八把的输 不如带有风险性的搏 有可能赢 是的 有机会赢 是这个意思 对 漂亮 就改一出手 这样的话呢 给樊正东 其实造了很大的心理压力 他发长的 他本来就邋遢 发短的 你看他现在一出手 出得很狠 这样子的话呢 在考验樊正东 这个时候 我该怎么样 去处理这个球 稳一点呢 还是更狠一点呢 因为现在大家也看到 是张玉东拼樊正东 那这种球就不该了 这种叫无为失误 因为这个樊正东接过来 球没有太高的质量 拼超联赛呢 今年是分为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 男女各十支队伍 将进行主客场 双循环赛制 十八轮的比赛 十八轮呢 取前四名 进入第二阶段 总奖金第一名呢 最后是四十五万元奖金 那么第二名呢 将会获得二十五万元奖金 第三名是十五万 第四名是十万元奖金 应该说拼超联赛 给予的奖励 还是非常高的 因为他赛季 赛程跨度长 那个多月 漂亮 线路太死 侧身直线 等着他呢 这个球真的是樊正东 这叫境界 这种感觉 原来马林啊王立新 他们经常有回头 就借力打力 好的 好球 这个长球的偷袭 开得好 相当成功 其实这个球 在关键的比分段上 应该是很有威胁的 就成了八球 胆子还是很大的 这个时候敢偷这样的一个场球 开场球 开场球 那么这场比赛呢 是在山东省济南市 山东大学中心校区体育馆进行的 也是山东鲁能的主场 这个时候有机会 这一分太可贵了 太宝贵了 这一分 张宇东还是很有激情的 还是来拼来的 这球发得非常好 这个变化 这个乐点非常聪明 太可惜了 这款球没拉到 好 我们稍微休息一下 将继续为您带来 本场拼超联赛 两阵强队的较量 科学力 彰显青春活力 蓄势出发 创造新可能 科学力 加动力 蓄力 轿车化的舒适 多功能的空间 七彩生活 一步到位 风行S500 全能家用七座MPV 探险 不为别人的惊叹 只追寻内心的渴望 出发 以地界为境界 去发现 线索未见 别让探索 只出现在你的梦境 唤醒 你心中的探险者 福特探险者 现已上市 好 观众朋友们 我们接着为您带来 这场比赛的第三局 发球的是 八一大伤的樊振东 雅振东 雅振东 你看了第二局 你觉得小将凡正东 他最成功的地方 是在哪几个方面 我觉得整体来讲的话 反正东的发球 正手反手 相对来讲 还是比较平均的 而且打球的话 这个节奏的控制 这个轻重 整个的落地 感觉还是非常好的 我觉得还是 不要看年纪小 十九岁 张玉东 樊振东 但是打球还很成熟 我觉得总体对全场的 这种把握能力还蛮强 刚才张玉东 在中局的有几分球处理 不是特别的好 对 五比三的时候 对 处理不是很好 但是到后边的这几个球 打得非常漂亮 而且是一如既往的 这种活杀的这种感觉 你一看他从头打到现在 都是一个劲地在那叫 就是说他今天 是在搏这个反正东 而且他的战术 是非常奏效的 长球 短球 然后发弯球就逮 我觉得就是刚才 其实我也讲过了 就是你在跟长手 打球的时候 一定要求凶过的 多过于稳的球 这样的机会才会有 因为这样给对方 造成很大的心理压力 然后让他造成无畏的失误 这样的你的机会就会来了 这种局势却就会发生变化 所以越跟高手打 上来要搏 不管在气势上 还是在战术上 还是技术上 我觉得是上来需要凶狠 但是打到一定份上的时候 要控制好节奏 这个时候呢 适当地可以文件一点 以命中率为主 不要再补 不要再补了凶了 这个就是整个场上 把控的能力 观众朋友们 您听到的是邓雅萍 为您带来的精彩点评 好球 漂亮 这个球明显是 樊正东的实力比他强 打着越打越打越打 他是越来越主动 那边是越来越被动 张玉东这球你看 在其实前两下的时候 他可以便便直撑 是的 他拼反手 肯定拼不过樊正东 他老吃他这个长球 就这球有点重鞋似的 你看 长球吃了多少 只要一底线 一接就丢 一接就丢 所以对长球 对他的旋转 我觉得他摸得还不透 好球变化 挺好的 你张玉东发这个长球呢 是在速度当中 还有一些旋转 对 你如果说只管速度 不管旋转 你肯定还是会接丢的嘛 对 这轮发球对于张玉东来讲 非常重要 如果拿住 这个球还能打下去 这个球要拿不住 这球就会造成被动 这个球 机会啊 犹豫了 这球 这球本来很好 其实像张玉东这球 拉完之后 马上反手直接扫着它 你不应该去 很保守的那种感觉 没有做准备 张玉东呢 他有一个好的发球 发球变化还是挺多的 对 他发球变化多 他长球 短球 是 旋转强 速度快 变化多 这就没准备 滑出台了 自己没有准备 这个球怎么着 张玉东要搏掉一个 7比7 这个球就有得打 机会哦 这个球接得很好 自己接完球以后 没有第二板的准备 这球 这球 樊振东呢 他高就高在哪呢 对方拧他正手 他放慢了 他没有那么赶着 去追那个球 他放慢之后 拉出了一个自己的节奏 嗯 嗯 球 担出台球 等 等玉东去倾拉 然后反拉他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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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比8 3比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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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比8 樊振东 这个队反手还是非常自信的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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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这样11比8 樊振东 拿下了第三局2比1领先 我们休息一下将继续为您带来本场比赛 在樊振东是2比1领先 我相信小将还会有更凶猛的这种搏煞 也让我们的观众朋友们看到我们中国年轻运动员 他们的冲击力 对 总体来讲前面这两三局打得很好 两个人 刚才邓亚平给大家介绍了 就是我们的球迷爱好者实际上在比赛的时候 好球继续对拉 其实就是说你在打一场比赛 不管是业余的还是职业的 你首先要对你的对手有一个大概的一个估计 对了解 估计就是说它到底比我打得好还是比我差 水平相差多少 如果相差比较多的话 那必须要有一定的活杀性 对 要不你就输定了基本上 所以它是有规律的 水平差不多的时候上来可以稳一点 或者是根据以往的交手的一些情况 这个都要有一些战略吧 对 是的 成立的发球变化还是蛮多的 好漂亮 漂亮 再有 漂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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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后这个球张宇东很聪明 拉了一个轻的 把节奏放下来 是啊 一定不能用这种死力量 或者用光用这个武力去解决问题 一定是智慧的技巧的有变化 轻重结合落点长短节奏的变化 这个长球啊实际上呢 发起来的确有难度 特别是国际评点改了这个无遮挡发球之后 也就是说你在出手的刹那间 你必须让对方看到你 到底发的短的还是长的 所以呢这个长球的效果 就没有以前那个带遮挡的那种效果好 那突然间没有了 突然间没有了 国际平联呢 也有一系列的改革 从这个小球改大球 我记得最早是改这个胶皮 原来蔡正华知道最早的时候 是用了两面同一颜色的胶皮 可能戴亚平那时候也有印象 后来就不允许了国际 要两面的颜色必须要不一样 对 要么黑 一面黑一面红 是 再后来呢又改了这个小球 38毫米改成40毫米 然后是无振挡发球 无机胶水 对 然后这个比分改成11分制 当然整体是为了世界乒乓球的发展 也使这个乒乓球的比赛更加精彩 更加激烈 对啊 你球大了以后回合就多了嘛 在这局打的这个范正东打的有点 有点陷 整体打的这个不严谨 不严密 经常漏机会给对手 很艳 这个白短质量 重高又转又低 我们说叫怒白短 白短一定是可以得分的 所以每项技术都要精益求精 在比赛当中都可以成为得分手段 有的人训练而不重视搓球 只重视正手或者反手为辅 其实这都不对 每项技术都有它的特点 这局比赛张宇东的这个搏杀 非常成功 现在是9比4领先 处理球随意了一些这一局 是的 没有真正的焦上劲 对 没有焦上火这一局回合也不多 这样双方在前四局打开二平 稍后将要进行七分制的决胜局 我们稍后继续 华州老叫中国荣耀 关注CCTV5官方公众号参与活动 好礼送不停 全新制圈 好 观众朋友们 那么这场比赛呢 还是由我和邓雅萍 继续为您带来比赛的一些情况 将要进行的是双方的决胜局 七分制 首先发球的是樊振东 好球 大球要每分必争 特别是水平这么高的对决 一个球都不能松 一输可能就是一局就突如出去了 拧起来相识 这一局樊振东是从第一分开始 非常专注 哇 漂亮 好球 漂亮 太急了 张玉东这个球没打出质量就想要测身 这球没有质量 所以让这个樊振东就逮着一直线空档 从这一局的开局来讲的话 樊振东球打得不错 这几分很严密 而且很兴奋 把这个球打得很紧凑 像张玉东 现在打下来感觉上来讲的话 显得办法稍微不太多了 不像刚刚开始的时候 发球有长短的变化 搏杀 打到这个时候 因为樊振东对他已经有所了解了 而且已经有防范了 那么这个时候在考验张玉东 还有什么办法没有 需要的是实力 还有没有什么绝招没有再使出来 这个就水平了 绝招我想可能也没有 也就这么多东西了 关键的问题是在于实力了 你后面就得拼实力 你口袋里有多少筹码 你有多少东西 你就基本上前四局都拿出来了 到第五局会不会出现 淡尽粮绝的一个状态 很多时候都会这样 还有机会看看 接下来张玉东的表现 你看显然这个张玉东 在打相吃的时候 对自己这种不自信 打完球以后手都不还原 撅在那儿 这就是一种不自信的表现 你看看樊枕东 打完球立马回来 就准备下一板 这个球不错 它拧拉的质量 这个球还是 它有很强的固然性 大家可以看这手腕的力量 加摩擦 然后弧线是往下的 让它拧过去的这个球 往下钻 漂亮 很果断 非常的坚决 这球也是 这队完了以后立马侧身 拉直线 这场比赛的一个高潮 漂亮 这球非常的果断 这球非常的果断 现在张玉东呢 还是要准备多板数 对 一板两板可能有小 这都是可能性很小的 就要准备多板的相持 连续性 还是一分一分算好 自己这一轮发球 还有一分 还有一个发球 拿住 拿住是4比4 这球就有得打了 有希望了 短的 哎呀 这球没发好 张玉东这大智慧 这球没有发好 心里真有数 暂停之后 判断相当的精确 跑到位直接推一个大脚 这是一个高质量的接发球 漂亮 漂亮 我说 其实这球发得很转 这球发得真的很转 但它这个拧啊 你看 还是有点数的 它这个拧啊 还是有点数的 它怎么能够拧出 这么大的力量 我就感觉很神奇 那就说明 它的手腕力量很大 对了 手腕力量大了 手腕加轴步的 前臂的力量 一般很少有人这样 给樊枕东拧一根头 不错 张玉东的球是不错的 又一个 有可能这个球拧 拉完之后 给樊枕东拧得有点软了 就看看现在张玉东 是否能够抓住这样的机会 对 一狠到底 每一板球都是致命一击 现在稍微打成五平 七分制 对 各自的发球 现在都没有完全拿住 拉起来 相持加力 我们看到八一队的 俱乐部的销链 范长茂 队员都非常的紧张 激动 七分制 现在樊枕东 赛点 两个发球 都可惜 这样7比5 樊枕东 两个接发球 都可惜 三个发球 都可惜 三个发球 谢谢大家